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高雄的MOMO 我在去年2022年的4月來到東京灣 辭業日本學校就讀 那在這期間我已經拿到日本的有米花妝品公司的內地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這間學校的學習歷程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學校的樣子 我的同學們有來自中國、越南、菲律賓的各個國家 上課的時候跟同學們一起討論的時間很多 不是只有老師單方面的教學 那麼在學校的部分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像是運動會、聖誕派對、還有校外旅行 在學校的這一年多裡面有參加了各式各樣的活動 特別是和日本大學生們一起在輪同營隊的經驗 是我一次最棒的一次經歷 那麼再來要分享一下上課的狀況 除了平常日文上的交流之外 我們學校也會有校外教學 那在我們決定地點之前是有學生們一起討論 並且投票決定地點 我們去了房摘館、還有足地市場 以及上野的國立科學博物館 在這之間呢除了和我們學生一起交流之外 還有學到各式各樣地震方面的知識 可能和同學還有老師一起去校外教學 真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再來是就業還有升學的部分 老師會和學生們有定期的面談時間 不論是工作或者是就業的指導 學校的方面也會提供學生們像是有就業的指導 還有面試的禮儀課程 那因為我想要在日本找工作 對於一個人在國外就職的人 多少都會有一點擔心 可是老師在修改我的履歷的部分 還有我信心上的支持 真的給我很大的幫助 東京是個很有魅力的都市 那交通也便利 無論是要去滑雪、看海或是泡溫泉 搭新幹線的話 一個小時幾乎就能抵達 那麼對於我而言呢 外國人的就職機會也相對的較多 所以我會想要留在東京繼續發展 那麼因為我是個美食愛好者 無論是好吃的壽司、拉麵或是甜點 都聚集在東京 所以東京也是個美食之都 在東京還有更多有趣的地方 等你一起來挖卷 名字看到中至多有些房子 深入這個地方 然後然後麻煩 那一起來 我先把玉米的泡泡 按一下 盤子